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1回 拼命躲避的流水儿也明显地动用了压箱底的神通和宝物 除了那套银缩之外 又分别祭出了一套白萌萌的小帆和一面金色的小鼓 那白帆呢化为了一团团的白霞 里面呢是符纹翻滚啊变化莫测 而金色的小鼓呢则飞快地转动之下 一片片金色的波浪金涛骇浪一般的 本巨兽滚滚而去 至于流水儿本身 除了背后那牵手法相之外 口中呢喷出了一朵朵蓝色的光帘 每一枚都经营剔透艳丽非常啊 这些冰脸呢微能之大 实在是非同小可 那些击破其他防御 偶尔射到近前处的银线呢 都被这些冰脸 滴溜溜溜一转的一一击中 两者爆裂之下 同时的溃散消失了 此女施展这些冰脸 明显的是大为吃力 它每喷出一朵来 脸色呢就会骤然的苍白一下 而短短的时间之内 已经喷出了上百朵之多 此女呢被光霞包裹身形 甚至开始摇摇欲坠起来 这也是流水儿眼见寒厉到来 这才会硬着头皮撑下去的 否则四手巨兽 方一融合而出的时候 早就扭头顿走了 这个时候 一见寒厉和石坤 真的是及时赶来了 此女脸色大喜啊 后中急忙娇斥道 二位道友 这巨兽实在厉害 快施展合机秘术 原本望着下方巨兽 正想出手的寒厉 一听此话一正啊 但是随即点了一下头 漆黑的手掌一掐绝啊 背后灰蒙蒙的光霞 漠然是冲天而起 化为了一片浩荡的光幕 另一边的石坤呢 略犹豫之下 同样的一声低贺 提表灵光骤然化为了漆黑之色 两手五指一张之下 无数的灰色光丝击舍而出 而流水儿自己呢 则两手法觉一换 背后法相突然溃散消失 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轮灰色的光轮 徐徐浮出啊 灰色光轮略模糊之下 竟然急速地旋转了起来 并且光轮中无数符文狂有而出啊 在飞快的碎裂重组转眼之间 一个不知名的巨大的符文呢 在光轮中心处渐渐成形了 流水儿啊 眸光一滴 口中阵阵的玄奥晦色的咒语朗朗出口 四手巨兽那一件此景 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妙 当即啊 怒吼之下 此刻头颅中的银幕呢 各喷出了一道远比平常粗大的荧光 随着一闪融合一体 竟化为了一道 网口粗的巨大的光柱出来 直奔流水而是积涉而去啊 同时呢 那十几只巨大的黑影化身 也突然的分为了两波 本空中的韩力和石坤呢 恶狠狠的扑去 他们尚未靠近 就先一道道光柱 气势汹汹的喷射而出 体型更是一变之下 在阵阵黑气中 诡异的化为了一张张黑色的大网 直奔韩力二人头顶 一绕而下 但是 不过是一幕暗瘦的区区化身而已 自然是真的没有办法放在韩力的眼中 一声冷笑过后啊 韩力甚至手足未抬 一团银色的火焰就从身上自行飞出了 一个方滚过后 莫然狂胀被许啊 化为了胀许大的银色的火球 这个火球只是滴溜溜一转之下 就忽然自行暴力而开 无数的银色火花击射而出 那黑色的光柱射到了韩力深情出 水晶盾牌一闪而出啊 光柱只是一闪就诡异的 从韩力旁边一擦而过呀 至于黑影本身所化的巨网 尚未照相 就被密密麻麻的银色的火化 一击而中 结果呢 银色火焰熊熊燃烧 瞬间的功夫就将黑网淹没见了其中啊 化为鼓鼓的青烟消失不见了 至于一旁的石坤呢 虽然说没有像韩力这般 轻描淡写的解决的对手 但是也漠然一张口之下呀 喷出了一面赤色的铜镜 此经一颤之下 从中喷出了三色光叶 不但将黑色光柱轻易的瓦解掉 甚至呢 向照他的黑色瓷网一托而起 让他们没有办法落下分毫 而流水 面对水缸般粗大的银色光柱 脸色不禁微微一变呢 但是二话不说的 单手易捏的古怪的法觉 另一只玉手呢 伸出了一根鲜鲜玉指 冲迎面而来的银色光柱 凝重的那么一点 背后的灰色光轮一声嗡鸣过后 竟然直接脱离了此女守备 迎着银色光柱一飞而出 银色光柱 在一个闪动之下 就气势汹汹的 积在了光轮中心处的符纹上 轮中巨大的符纹 急速的转动了起来 最后呢 竟然模糊一片 没有办法看清分毫 接下来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光柱 仿佛泥牛入海一般的 没入符纹中 就此一闪的消失了 而下一刻呢 在巨兽身前处 灰蒙蒙的光霞一闪 一个仗许大的符纹一闪而向 接着符纹表面 荧光大放 一根一般无二粗大的银色光柱 竟从中的一攀而出 直奔巨兽 激捨而至 流水刚才竟然施展 不可思议的大神通啊 将银色光柱 直接扯入了虚空中 在一花接木的反射而回 不过 此功法显然啊 消耗同样巨大 流水儿原本就苍白的面孔呢 竟然浮现出了一丝 不正常的鲜红 但是身形 却反而站得稳稳的 并且脸上这份艳红啊 马上一闪即逝的不见了 四手巨兽 见自己的攻击 竟然反射而回 一待之下自然变得是惊怒异常啊 但是无可奈何 只能是银幕中光芒一闪 再次放出了四道荧光出来 轰的一声巨响啊 两股荧光撞到了一起 一团刺目的光芒啊 爆裂而开 巨大的银浪 一散而开 所过之处 让附近空间呢 都有些微微的扭曲 同时呢 嗡名之声一片 就在这片刻的功夫的喘息 刘舌儿食指 冲空中是连连弹出啊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 发掘击舌而出 闪动之下 纷纷没入光运中 就不见了踪影了 去 刘舌儿一声娇斥啊 手指又冲身前灰色的光轮凝重一点 光轮一颤之下 中心处浮纹狂闪 竟然化为了一根灰色的光柱 一喷而出 这个时候呢 韩丽和石坤 头也不回啊 面无表情的 同样的一摧法绝 灰色光霞和根根的灰丝 竟顺一般的 同时射到了四手巨兽的头领处 三折只是一闪 就丝毫阻碍没有的 融为了一体 化为了一颗直径超过十丈的 巨大的光球 灰光朦朦 但是表面浮现出了无数拳头大小的符纹啊 纷纷闪动着耀眼的光芒 随后一声闷响过后 光球呢竟漠然的寸寸的碎裂了 符纹就如同潮水一般的 从光球的内部狂涌而出 哈利三人一见此景啊 立刻熟练异常的单手掐绝 口中咒语声再起啊 高空中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些从光球中飞射而出的符纹 徐徐一转之后 立刻朝下方巨兽暴雨一般的激舍而下呀 密密麻麻 每一枚都仿佛毁灭之雨 下方巨兽 虽然也能感应到 这些符纹中蕴含的可怕的力量 一声怒吼之下 此颗头颅呢 突然同时往其中一颗狂挤而去 竟在黑光中化为了一颗 远比呢 先前张宁数倍的巨兽出来 此兽不但头上伸出两只 仿佛鹿角一般的尖角 更有两颗杖许长的獠牙 直接从口中斜下分出 恒光神闪 仿佛两口巨刃一般啊 但是更令人骇然的是 在此兽额头上 赫然并列一排四只银幕 有的扫尸不停 有的静止不动 而面对冲空而落的符纹 此兽 四颗银色眼珠同时呢 朝空中一望 瞳孔中银色一芒一阵流转 就立刻在其头顶上空 现出了无数的银色光球 每一枚呢 都只有拇指大小 但是马上化为了一道道银芒 冲空中击射而出 但是同时啊 此兽猛然一吸气 再张口一颗漆黑如墨的光球 徐徐吐出 此光球 刚一脱离大口 立刻体积狂炸 只是一闪 竟换为了一个黑色的光幕 将此兽身躯呢 全都包裹进了其中 光幕呢 凝厚宛若实质 同时啊 表面 雾鸣忽暗的闪动不停 显得是诡异至极啊 杭力在高空见到此景 双目不禁微微一眯 一缕寒芒 一闪即逝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银芒和符文呢 已经在半空中撞击到一起 然后又纷纷的化为了一团团的灵光 爆裂而开 一时间 附近空中 缘起混乱 凌压激荡 竟就此形成了 一道百余杖高的飓风 向四周疯狂扩散而去 仿佛要将一切啊 都吞噬进去一半 即使刘试尔和石坤呢 也不禁面色一变 纷纷倒射出去十余杖啊 纷纷记起了防御宝物 是躺在了身前 不过就在此刻 原本悬浮在高空中的寒历 突然背后双齿一动 就化为了一道青白电弧 一闪在原地消失了 下一刻 下方的黑色光幕一侧处 空间波动一起 寒历呢 就在一团青白电弧包裹中 诡异的浮现而出 而在光幕中 哪只巨兽正低吼不已 四目荧光闪动之下 身上呢 竟然开始浮现出了 一片片的黑色鳞片 下巴两侧呀 更是生出了两根长长的黑须 再加上 原本细长的尾巴 一下子变得粗大异常了 和一对仿佛登陆了巨木 赫然是一只麒麟灵兽的模样 只见 此兽口中啊 黑光闪闪 一股可怕的气息 从里面隐隐发出 给人一股呢 毛骨悚然的异样 哈利心中微微一震啊 但是脸上呢 却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嘴角轻轻的一抽搐 突然身体金光一闪 一道三手六臂虚影 从其身躯中呢 是一飞而出 人影一条手臂一挥之下 手中呢 就多出了一口金灿灿的残刀 冲着黑色光幕轻轻一展而去 再离寒历等人战团 不知多少万里外处啊 一头金色的兽影呢 正带着十几头三目暗兽 在树林中跳跃如飞 向前赶着 忽然间 他身上是金光一闪啊 竟在一个树枝上一顿 停了下来 并扭头朝来处望了一眼 漆黑的眼珠中 浮现出了一丝惊疑之色呀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只是片刻的功夫 这只王级暗兽就从身后一只三目暗兽发出了有些怒意的几声低吼 那只三目暗兽呢 立刻回应的吼叫了几声 并恭敬的倒退了几步 身形移动 向索来方向 击舍而走 几个闪动过后呢 没入黑暗中 就不见了踪影 见此情形呢 王级暗兽 这才将头颅一扭 继续的向前飞跃而走了 对于他来说呢 意外闯入暗兽森林中的外来者固然可恨至极 但是 和现在所追的目标相比 却显得呢 是无足轻重了 故而 虽然明明感应到了那几名一目暗兽的陨落 此兽仍只是传令一声 另做一番布置 而自己呢 丝毫回头之意都没有 其他三目暗兽 自然紧跟金色暗兽身后 附近的树林中沙沙之声大起啊 也不知道多少其暗兽同样是紧随而行啊 不过呢 若是仔细聆听就会发现 部分沙沙之声却是渐渐消失的样子 似乎有不少暗兽反向而行的远去了 韩丽却双手抱毙的悬浮在低空处 在其身下 那只四手巨兽已经一分两半成了一具残尸 并且尸体表面呢 正化为了点点黑光 碎裂溃散开来呀 刘水儿和石坤 都有些正正的望着韩丽 面色虽然坚强保持镇定 但是 目光闪动之下 都隐隐的流露了一丝巨异 刚才因为原词秘书合击之力 和四手巨兽的银芒爆裂声势太大 外加呀 韩丽刚才顺移动作呢 又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根本未能看清楚 韩丽是如何解决的巨兽 只是隐隐的看到啊 下方一道奇亮的金光 漠然一闪即逝 随之巨兽连同护身的黑色的光木 在这金光下丝毫抵挡没有的一分两半 就此地陨落而亡了 这巨兽气息可是几乎不亚于圣族初节呀 既然就这么的被斩而灭 未免是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刚才那道金光亮起的刹那间 二者呢均都感应到附近的天地元气 仿佛被什么距离猛然一扯 全都在一瞬间呢 朝金光狂涌而去 又随之金光消失 一同不见了踪影 这更让呢 二人心中骇然呢 能调动天地元气 这自然不是什么新奇之事 但是 他们这等存在调动天地元气 哪一个不得瞎绝念这半天呢 才能勉强地做到此事的 甚至还有一定失败的可能 哪可能像对方这般 举重若轻 仿佛吃饭喝水一般地做到此事呢 难道对方的神通竟然大到 和他们的师父可以直接比拟的地步了吗 若真是如此 这也未免太逆天了一点了吧 刘水和石坤如此思量着 望向韩丽的目光呢 不由得有些不自然的 韩丽却神色淡淡 脸上啊 丝毫异色未险 刚才他驱使真魔法相 用玄天残刃 就将巨人一击斩杀的同时呢 就要飞快地将法相重新收了起来 根本不给流水二人看清楚分毫 韩丽之所以不惜再次损耗一些法相之力 动用了玄天残刃 自然是呢 纯心要试一试 重新锻炼过的凡圣法相 据使玄天残刃的 威能如何 不知是 玄天残刃的本身消耗 是远比其预期傻得多呢 还是因为凝炼出了真身的凡圣法相本身 最有控制法相之力消耗的奇效 吸纳天地元气斩杀巨兽的这一击 不但过程啊 比先前快上轻易了数倍 消耗更是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而已 虽然这个过程中呢 故意的控制降低了玄天残刃的大半的威能 但是这个结果果然令韩丽还是大为满意的 不过纵然如此吧 上次在摩金山脉中动用过一次玄天果实 他的法相之力已经大损不少了 要不是这些年他在云城中 又苦苦修炼回来了不少 估计啊 刚才还不敢贸然再动用一次的 韩丽心念转动着 漆黑如墨的手掌呢 突然朝下方巨兽的尸体呢 是虚空一抓 顿时一片灰色的光霞一卷而出 将尸体所画的黑色光点全都一扫而空 但是原地却留下了四颗银灿灿的拇指大的圆丹出来 正是那三目暗寿的内丹呢 行力一见大喜过望 看来这次呀又没有白忙活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疑人修仙传》第1092回 《怀疑人修仙传》第1092回 行力眉梢一条啊 正想手指一动的 也将这些内丹一收而起的时候 忽然袍袖中的传来了一声兴奋的低吼啊 他微微一正但略以思量之下就漠然袍袖一斗 一团金影化为了数道残影的 从袖口中的一飞而冲 但是呢 接下来又一闪合为一体 献出了一只体表遍布金纹的小兽 正是暴灵兽 此兽自从进阶化神之后啊 就一直呢 在韩力灵兽环中是苦苦修炼着 在韩力各种灵丹妙药的吞服之下 却早已经进阶化神中期 甚至呢 快要接近后期的样子 不过纵然如此呀 以此兽现在修为 对神通日益大增的韩力来说呢 实在是帮助不大 他也就在先前各种争斗中 一直未召唤此兽出来 现在呢 此兽忽然在灵兽环中如此兴奋 韩力自然心中一动 将他放了出来 暴灵兽刚已现身而出 立刻身形一动的飞扑而出 这件残影再现呢 一口将四枚暗兽内丹 全吞了下去 然后一个盘旋飞射而回 重落到了韩力尖头上 用毛茸茸的头颅 轻蹭了韩力的脖颈几下 并哼哼了几声 显得呢 对韩力是亲热至极呀 韩力见此情形呢 神色一动 单手一翻转之下 荧光一闪 手心中又多出了三枚 一般腕的圆珠出来 小兽两眼顿时一亮 几乎想都不想的身形一晃 再次的就化为了一道虚影扑出 将三枚内丹一口吞下 然后就悬浮在韩力手掌上 是仰手低吼不已呀 似乎呢 是满心欢喜 韩力微微一笑 虽然说不知道此兽 为什么对着荧幕暗兽内丹如此看重 而对先前得到的普通暗兽内丹丝毫反应都没有 但是 对一下子吞下去如此多的荧幕暗兽内丹后 自然对暴灵兽来说是有意无害的 哈利也不说话 袖子再次一抖之下呢 顿时一片青色光霞一飞而出 将小兽一卷其中 小兽身形一晃啊 就诡异的在清光中消失了 被再次收回了灵兽环内 至于这些内丹到底对暴灵兽有什么神奇的效用 自然得等此兽炼化之后呢 才能知道一二的 而这个时候 刘水和石坤呢 目睹暴灵兽吞噬内丹的一幕后 互相看了一眼 终于还是一动 向韩力飘了过来 刚一到 韩力树让远处 就身形一顿停了下来 斗旁女子更是眸光一阵流转 寒笑地说道 这一次多亏了韩兄出手 否则呀 这些三目暗兽如此的难缠 竟还能自由地合体 我和石坤道友 恐怕还真可能陨落在此呀 不错呀 韩兄神童之大 也真让我二人汗颜哪 要不是此界啊 不可能让圣街以上外人 进入石某真要怀疑 道友是不是哪位前辈 变化到此的呀 石坤呢 也苦笑了一声 无论流水还是石坤 神态语气 都下意识地带了一份敬意呀 韩力见此 却目光 从二人一扫笑了起来 二位道友 何必如此过谦呢 要不是 有二位牵扯住这几头暗兽的大半心神 那韩某又如何可能如此轻易地得手呢 不过 纵然他们已经全灭 此地呀 也不可久留的 想来后面呢 还会有其他暗兽 继续追来的 我等 还是赶紧离开为好啊 是啊 韩兄所说不错 我看呀 还是尽快上路为妙啊 流水尔文言 面色微变 但是马上赞同地说道 石坤自然更是没有什么意见 连连地点头 于是三个人呢 在略商量几句之后 立刻就化为了三道惊鸿 破空离去 五六天之后啊 一块密林中呢 韩力 面无表情地 单手掐绝 身旁数十口青色飞剑 就化为了一朵青色的光帘 往对面一头三目暗兽头顶 一落而去 青色剑光闪动之间呢 瞬间就将此兽切成了无数节 而在它背后处呢 娃娃受持蓝色玉扇 正冲另一只普通的暗兽 狂山而去 从上面中滚滚而出的蓝色的光霞 只是一个闪动啊 就将此暗兽 连同其分化出来的两道黑影 一同凝固成 一座石鱼站高的蓝色的冰山 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封毫了 在更远的地方呢 也是同样的轰鸣之声不断 这个一团团的林江爆裂开来呀 在那边呢 刘水儿和石坤也大展神威 正在灭杀其余的几只暗兽 这已经是当日他们离开核心区之后啊 遭遇到的第七波堵截了 每一波都少则五六只 多则七八只啊 好在其中呢 都没有当日的银木暗兽 顶多是有一些三木暗兽带队 更不会什么合体变身 如此一来 自然不可能是韩丽等人的对手 纷纷的被斩杀的一干二净 不过也就因为如此啊 韩丽等人的速度呢 自然不可避免的 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滞留了不少的时间 而眼下这一次也有一些不同啊 出现的暗兽 竟然呢足有十几只 要不是韩丽等人 纷纷动用了一些压箱底的神通 恐怕还真的是不易取胜 哈利单手一招 青色光连一声嗡鸣啊 一下子就化为了数十口青丝 鸡舍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就将另一边的蓝色冰山中的暗兽 也顺势洞穿了个千疮百孔啊 然后呢 他目光一转 面无表情地望向了流水那边的战团 痴痴地破空之声再起 青丝呢 再次密密麻麻地击射而去 十天后 暗兽森林边缘处 三道人眼悬浮在半空中 动也不动地望向对面的树林处 在那里呢 竟聚集着三十余只暗兽 其中三目暗兽 就占据了小伴儿的样子 流水儿和石坤 都是面色凝重啊 寒历也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如此多的暗兽 几乎每一只呢 都有不下于练须期的可怕的神通 一下子聚集如此之多 就算是寒历三人不是普通的存在啊 也都心中微沉了一下 寒历还好 自负呢底牌甚多 若是肯付出一定代价的话 无论是金重裙还是悬天果实 灭杀的一根暗兽 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他自然显得呢 是颇为镇定 流水儿和石坤 见到如此多的暗兽 却知道二人呢 绝对是没有办法硬拼的呀 否则的话 即使能显胜 自身绝有没有办法是全身而退呀 甚至若是元气亏损太大 足以让其后面形成是步步维艰的 又何谈寻找什么遗址 破除什么禁止 好在这些暗兽呢 虽然意外的堵住了寒历等人 却早已知道前边几波同伴的下场 惊怒之下 也如临大敌一般的 并没有主动出手的意思 一副呢 只想将他们暂时缠住 好等待更多暗兽 赶到此地 流水儿略以沉吟之下 带眉微微一条 嘴唇微动了几下 杭丽和石坤耳中呢 顿时响起了此女的传音之声 二位道友 现在我们离暗兽森林出口 没有多远了 如此多的暗兽 无需硬拼的 我们暂时啊 分头突围 等到了森林外边啊 再重新的汇集一起 好 就依仙子之言 石坤呢 也有同样的打算 毫不迟疑的 一口答应了下来 杭丽目光闪动了几下 则淡淡的点了点头 似乎看出了流水儿三人的异样 围守一只体型远超同辈的三目妖兽 默然一声低吼 其他暗兽一阵骚动之下 突然气势汹汹的那同时一张口 数十道黑色光柱激射而来 密密麻麻的爪王 更是刹那之间在虚空中浮显而出 将寒丽三人身形彻底的照在了下面 数十只暗兽 联手共同一击 自然声势的是惊人至极呀 但是寒丽三人 早先均灭杀了多只暗兽 对付此等攻击呢 却早就有几分应付心得了 三人体表灵光一闪 就纷纷施法顿光一起 寒丽呢 还是单手一掐绝 背后一对晶莹的羽翅一线而出 只是轻轻一扇 他就化为了一道清白细丝击射而出 并且在途中呢 是几个闪动过后 光丝就做出了几个弧形弯曲 诡异的从密密麻麻的光柱和爪芒中 一闪而过了 出现在了群兽身后的高空中 在无声息的没入虚空中 就不见了 流水则简单得多 一张口呢 喷出了一颗蓝色的金球 同时足下白光一闪 那只晶莹玉鼠 再次浮现而出 两者同时光芒大放之下 此女就化为了一颗蓝白两色光团 击射而出 那些黑色光柱一击在光团之上啊 竟然泥牛入海一般的没有了声音 随之 迟迟的破空之声之下 蓝白光团呢 只是略以模糊 就射出了百余杖外 从另一方向的天边尽头处 破空顿走了 至于石坤的神通呢 显得霸道多了 他只是一声冷哼 身上战甲灵光大放之后啊 两个手呢 在胸前狠狠的护肌一掌 轰的一声巨响过后啊 其身体四周 立刻浮现出了点点的黄光 接着呢 这光点瞬间呀 狂胀融为了一体 化为了一层怪异的光幕 将大汉包裹在了其中 之所以说 此光幕怪异 因为光幕表面啊 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 螺旋状的符纹 而那些黑色的光柱 一击在光幕上 竟发出了轰隆隆的闷响啊 随之在符纹闪动之下 被一弹而开 石坤呢 则趁此机会啊 身躯一扭 黄光就护着其 一下子沉入了地下 并在地下 十余杖处狂盾而走 速度之快 竟似乎呢 丝毫不比 刚才的流水而慢多少的样子 那些暗兽 自然不可能就这般 真让三者轻易的逃掉啊 在围守三目暗兽 一声怒吼之下 兽群 一下子分为了 三波腾空而起啊 分别沿着 韩丽三人遗留的气息呢 是狂追了下去 韩丽呢 没有丝毫的顾忌 可在空中呢 顿速全开的情形之下 自然不是后面那些区区暗兽 可以追上的 只是一顿饭的功夫 他所画的光丝 就要将追兵甩得是无影无踪了 倒是因为 他顿光 在空中实在惹眼呢 图中呢 另有其他几只暗兽 从森林下方 一冲而出 想攻击他的样子 韩丽呢 只是袍袖一卷 数十道清光 立刻暴风骤雨一般的 激射而出 不再掩饰 清除风云剑的真正 威能之下 所有阻拦的暗兽 均都瞬间的 被斩成了无数截啊 即使有一两只暗兽 反应够快 来得及挥动爪子 放出一道道 爪盲的想要阻挡 但是 青涩飞剑 却仿佛无形之物啊 只是一闪呢 就视若无睹的 洞穿爪盲 直接斩在了暗兽本体上 让他们瞬间呢 一命呜呼了 于是一路之上 韩丽不惜法力的 一刻未停过 终于在一连飞顿了 大半天之后呢 从黑乎乎的森林中 一冲而出 彻底地飞出了 暗兽森林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t85.com 前方视野一亮 出现了一片 轻茫茫的 无边的草原 纵然现在 还是夜晚时分 但是 那浓浓的 青草的气息 扑面而来呀 但是 杭力顿光 仍没有停下的意思 清白光丝 闪动之下 继续地 向前方 破空而去 一口气 顿出了近 十万里之后呢 在前方 发现了一个 数十站高的 土丘之后 清白光丝 终于一个盘旋落了下来 但是就模糊异常了起来 并未发现什么有威胁的存在 哈利清吐了一口气 这才将神念放出 将附近地狱一扫而过 又马上一收而回 一声霹雳过后啊 背后的晶莹雨赤 溃散消失了 随后他一转身 双目微眯的 朝暗兽森林方向 望了几眼过去 如此远的距离 那些暗兽 纵然暴跳如雷 应该也不会顿出 如此之远 继续地追杀他吧 不过 他们若还真敢如此做的话 韩丽呢 倒不介意 将这十来只暗兽 顺手全都解决掉的 先前在路上 之所以不愿意和他们纠缠下去 他自然不会是怕了这些暗兽 只不过忌惮被更多的暗兽追来 真的陷入重围中而已 韩丽双手倒背的 站在土丘上一动不动 阵阵的清风从身上吹过呀 让其一惊随风飘动 仿佛神仙中人一般 忽然他单手一翻转之下 手中默然多出了一件 血红色的法盘出来 上面隐隐的一道道的银丝 闪动不已啊 韩丽目光闪动的 看了手中法盘一会儿 眉头一皱 这两人既然已经会合一起了 也距离此地并不太远 怎么不马上过来 难道说 又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韩丽喃喃几句 在一晃之下呢 手中之物就默然消失不见了 然后又一抬头 朝某个方向深望了一眼 他突然提表呢 清光一闪 默然的化为了一道青红腾空而起 只在附近上空 一个盘旋过后 就向所望方向激舍而走 虽然说顿速啊 不像先前那般仿佛顺移式的不可思议 但是顿速之快 也绝对是非同小可的呀 片刻的功夫之后呢 韩丽就顿出了二三万里之遥 到了草原另一处地方的上空 顿光中的韩丽 目中蓝芒连闪几下 脸上现出了一丝异色出来 青红破空之声一脸之后啊 韩丽呢 就出现在了百里外的虚空中 身形刚一现出之后 就面无表情的朝前方望去 在离他百余丈远的地方 正有两伙人呢 遥遥相对着 一波 正是石坤和刘雪儿二人 刘雪儿斗篷之下 那眸光闪动不已 一副异常谨慎的样子 石坤呢 却脸上引现冷笑啊 双手握拳之下 身上战甲忽暗忽明 仿佛月月浴室一般 在两人对面处 却另有一男一女 并尽而立啊 男的一脸胡须 上半身套着一件银色的鳞甲 背着呢 一件三叉几状的巨大的冰刃 貌似豪漫异常的模样 而女的柳眉黑幕 肌肤白细异常 上身呢套着一件绿色皮衣 将其丰满的身材 衬托得让人是怦然心动啊 但是诡异的是啊 二者下半身 却巨兜被一层白色的气体笼罩住了 并隐隐的又流水般的清响呢 从中清脆的传出 海王族 几乎第一眼呢 汉里就认出了新出现男女的来历 神色微微一变的低语了一声 海王族虽然说并不和天云直接接壤 但是人人皆知 此族和较赤族那是联盟的关系 难怪双方一见面就这般的剑拔弩张了 两伙人一见含力飞射而至 自然表情那是大不相同啊 流水而美目一喜 心中顿时大定起来 石坤不知道心中如何所想 但脸上呢 冲含力咧嘴一笑 客客气气的打了声招呼 对面的那一对海王族男女 却目光骤然一寒啊 用不善的眼神上下 打量起了含力啊 但见含力 竟只是一名上族七阶左右的修为之后 二者不禁诧异的互相看了一眼 均从对方的眼中呢 看出了惊疑之色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0093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